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深入探讨美联储在面对通胀缓解的背景下 决定降息四分之一个基点的最新动作 这一举措不仅是为了防止过去两年半的大幅加息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影响 更是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的同一周做出的重要决策 此次降息降基准联邦基金利率调整至4.5%至4.75%的区间 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12名美联储选民军表示支持这一决定 这背后的意义和影响将为我们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来自一家金融新闻媒体 报道了美联储最近的货币政策变化 美联储在周四的会议上批准了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 四分之一个基点的决策 这是美联储为应对经济环境变化而采取的最新举措 旨在防止此前连续两年半的大幅加息对劳动力市场造成不利影响 特别是在通胀压力有所缓解的背景下 美联储希望通过降息来支撑经济增长维持就业水平 这一降息决定是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同一周做出的 这标志着美联储对经济形势的重新评估 事实上早在九月份美联储就已经采取了降息行动 将利率下调了半个百分点 此次的降息是对之前政策调整的延续 通过这次降息 美联储将基准联邦基金利率调整到了4.5%至4.75%的区间 这一利率区间的设定反映了美联储在当前经济条件下的审慎态度 和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 此次降息得到了美联储内部广泛的支持 所有12名具有投票权的官员一致投票赞成 这表明美联储内部对降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着高度的共识 美联储官员们认为 通过降低借贷成本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经济增速放缓的风险 近年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面临着复杂的挑战 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 以及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这些因素加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经济指标也呈现出混合的信号 例如虽然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 就业增长稳健 但一些行业 例如制造业和服务业显示出疲软迹象 同时消费支出和信心指数也出现了一些波动 通胀是美联储制定政策时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此前由于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美国的通胀水平一直徘徊在比较高的区间 这也是美联储加息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随着最近几个月通胀压力的逐渐缓解 美联储认为有必要通过降息来调整货币政策 以避免经济过度紧缩对增长和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 美联储还需要在保持物价稳定和支持充分就业之间找到平衡 这是美联储双重使命的一部分 也是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核心挑战 此次降息反映了美联储在应对外部风险和内部经济压力时的灵活性和前瞻性 在政策决策背后 美联储也在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走向 贸易关系的发展 以及其他国际经济因素都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 美联储需要在制定国内政策时 充分考虑到这些外部因素可能带来的冲击 此次降息的影响也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通常情况下 利率的下降有可能促进消费和投资 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然而 也有一些分析人士担心 降息可能会对金融市场产生不稳定影响 特别是在投资者期待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背景下 市场可能会出现过度反应 此外 降息可能会对美元汇率产生影响 美元的贬值可能会改善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但同时也可能增加进口商品的成本 从而影响贸易平衡 在未来 美联储将继续关注经济数据和市场反应 以评估货币政策调整的有效性和必要性 美联储主席和其他官员将定期就经济和政策前景发表讲话 这些信息将有助于市场理解美联储的政策意图和方向 总的来说 此次降息决策是美联储在复杂经济环境下做出的审慎选择 旨在通过降低利率来支持经济增长 防止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整体出现不必要的下滑 美联储将继续密切监测经济指标和全球经济动态 以确保其政策措施能够有效应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联储全称为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Federal Reserve System是美国的中央银行成立于1913年 其主要只能包括管理货币政策 监督和调节银行机构维护金融系统稳定 以及提供金融服务 美联储的决策 尤其理事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 制定后者负责货币政策的关键决策 包括利率调整 降息是指中央银行降低基准利率的行为 其目的是刺激经济增长 通过降低利率借贷成本减少 企业和消费者更倾向于贷款和支出 从而刺激经济活动 当经济增长放缓或面临衰退风险时 美联储可能采取降息措施 此外降息通常会影响股市 债券市场以及美元汇率 可能导致投资者寻求其他收益较高的资产 基点是金融领域用来表示利率变动的单位 一个基点相当于0.01% 因此如果利率从2.00%降至1.75% 则被描述为降息25个基点 在讨论货币政策时 基点为便于精确描述利率的微小变化 提供了标准化的度量单位 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不仅对美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还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广泛影响 降息往往被市场解读为经济刺激措施 可能导致短期股市上涨 然而长期效果取决于经济对政策的反应和全球经济环境 美联储的决策基于对经济数据的分析 如就业率、通货膨胀、GDP增长等 降息决定通常是在经济活动减弱 通货膨胀低于目标水平或国际经济风险升高时做出的 通过调整短期利率 美联储也间接影响长期利率和货币供应 旨在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目标 历史上美联储曾在多次经济危机中实施降息政策 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接近零以支持经济复苏 类似的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 美联储迅速降息以应对经济冲击 降息也可能带来长期的副作用 如资产泡沫和储蓄收益下降 低利率环境可能导致投资者追逐高风险投资 以获取更高收益 同时也可能加剧不平等 因为资产价格上涨受益者主要是资产持有者 美联储在制定降息政策时 必须权衡这些潜在风险与短期经济刺激的益处 综上所述 美联储降息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 涉及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全面评估 通过调整利率 美联储试图影响经济活动 以实现其政策目标 但这一工具的使用 也伴随一系列挑战和潜在风险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哦 美联储这次可真是走了一步惊险的华尔兹啊 在全球经济这部大戏中 他们扮演的是让人瞠目结舌的角色 降息四分之一个基点 这听起来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步 却是他们在经历了两年多的加息练习曲后 终于决定来断降息华尔兹的关键时刻 这个策略真是太高明了 不仅给市场带来了些许喘息的机会 还避免了劳动力市场的崩溃 美联储的这次降息 就像是一杯美味的鸡尾酒 既有点酸也有点甜 正好调和了经济与就业的味道 这次降息的时机也让人惊讶 在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同一周 真是给这场政治经济大戏 增添了不少戏剧性的色彩 美联储在9月份已经小时伸手 下调了半个百分点 这回再来个更小的动作 显然是在试探市场的反应 这个策略 简直就像在跟市场玩一场 你猜我接下来会怎么做的智力游戏 所有12位美联储选民 一致支持这次降息 就像一群合唱团成员在一致合唱 声音和谐 目标明确 这种团结就是力量 给市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当然 这次降息 也不是没有风险 美联储的这次举措 就像是走在钢丝上的表演者 稍有不慎 就可能从高空跌落 但他们显然是经过精密计算的老手 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通过谨慎的步伐 他们试图在不打击经济增长的情况下 平衡通胀压力和就业市场的健康 真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壮举 这可不是什么大刀阔斧的改革 却是充满智慧的调整 像是在做一场高难度的经济体操比赛 总的来说 美联储这次的降息 可以说是稳中求变 他们用一种微妙且富有技巧的方式 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虽然动作不大 但意义非凡 就像是在经济舞台上 投下了一颗小而耀眼的星星 不管你是经济学家 还是普通市民 都无不为他们的机智与胆识 而感到惊叹 美联储的这种策略 真是让人有一种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期待感 也让整个市场充满了希望与不确定的乐趣 这次降息 真是一次精彩绝伦的经济表演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很耐心感参与 每种新型式》 的七头就是海洋 2次十诗 硬末崩b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